大家好 我是周恩投资网的分析师Brandt 美股的三大指数在今天大幅度的下跌 纳指是零跌的状态 小旁股跌的也很多 原油黄金表现的整体都是比较疲软的 恐慌性指数有所上升 那么中期选举对市场的影响 大家说现在可能是有影响 因为结果没怎么出来 但是其实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还是说我们在前两天跟大家分享 市场的走势图 其实是达到了一个相对应的压力点 今天Meta表现的很好 正好图形上看到Meta是涨了5% 因为它宣布大幅度的裁员 所以出现了下跌 我们回到标普的图形上来看 其实大家我们在昨天讲过 标普如果是非常重要的 三重顶的压力 它如果是上不去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 当然我们没觉得今天会大幅度的下跌 今天的跌幅其实也是超过了我的预期的 我们还以为说是掉下来之后会有个反弹 最终大下跌应该得待CPI的数据 然后再出现下行 但是今天跌的很快 你再看道琼斯的图形 道琼斯是属于 昨天刚刚挑了阳线 今天就向下甩了大阴线 整个道琼打到8天均线的支撑上 我认为后面的情况是比较悲观的 所以单看技术形态 我觉得大盘还是要进一步的下行 那么冯高应该是放空的 道琼的止损 我以DIA为界的话 应该是333.56 比如说明天冯高涨上去了 大家CPI报完之后真的有涨 可以做空一下 把333.56做一个止损 那么对于这个标普也是这么个情况 逢反弹如果能弹到3820 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做空位置 当他向上去突破这个3860的时候 就抓紧把这个仓位做一个止损 这是我目前从技术形态上看到的 那么怎么走明天的CPI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大家还是关注一下明天的CPI 那么我今天是持有了一些空头的仓位国业 我应该是买了三分之一账户里面三分之一的期权的仓位去国业 我也没有买期货 因为期货 因为我就是觉得市场即便明天CPI是好的 大涨 那么这个市场也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再下来 尤其是道琼斯 我现在是比较看通道琼斯的 那么比特币这边 市场的下跌和比特币应该也有一些关系 这个原本赵长鹏说要收购要破产的FTX 但是今天又说不收购了 他们说是华尔街日报报的说不收了 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大家担心的流动性 会有很多人在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平台上面 就着急把比特币变现 就肯定要抛售 抛售了的话转到安全的这个地方去 所以比特币就很惨 跌的比较多 我们昨天是做空了点比特币 今天日内做了一点点小短线 但是我感觉30分钟的比特币有点超跌了 大家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比特币的超跌反弹行情 当然也只是短线级别的反弹走势 好吧 黄金没有突破上方的压力 黄金主要这个地方是大家要等一等美元 等一等CPI 我觉得CPI报完之后 会对美元会对黄金给我们一个方向 大家多等一等 好吧 我是持有了三分之一的仓位 这个期权仓位去过夜 风高的时候 我会逐渐再加三分之一和考虑剩下的最后的三分之一 什么时候把这个期权的单子给它放出去 那么止损点就是以这个下降通道反抽上方的这个压力 把这个下降式给突破的话就止损了 如果这个大盘 你看这个纳指是多么难看 很有可能明天CPI报完之后 直接破掉前期的地点 所以大家警惕吧 好吧 所以我也把这个做多和做空的这个止损点分享了 账户忘了分享 今天的话我们是有一点小盈利 账户是三万二 有一个一千五的这个利润 主要还是隔夜市场当中的那个比特币的做空单 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行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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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